春秋战国时期宋国作为曾经的春秋五霸之一还是为数不多的公爵国 为何在辉煌后成为了各国诸侯国眼中的肥肉走向灭亡 宋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诸侯国 它虽然是周天子旗下的诸侯国 但却是商周移民的工地 宋国因此也继承了殷商之士的富有地盘和入产 被称为高鱼之地 这么一块肥肉天天在你眼前晃悠你能不便捷 另外宋国虽在春秋时期成了五霸之一 但是这个霸主也是靠着好邻居齐国得来的 齐国成为了春秋的第一任霸之后 宋国也一直将自己绑在了齐国这架战车上 其实综合实力还是偏弱 到了战国时期宋国军事更加更不上时代 慢慢的诺成了一个富有的小国 大家看着都想占为己有 直到公云前286年 宋国发生内乱 曾经的好邻居齐国联合楚国和魏国共同瓜分了宋国 所以哪怕是春秋五霸 如果变弱也会变成别人眼中的肥肉